有些人說我欺負我的抱歉 我心裡說 好 遲早就通過了 你會給你的抱歉 兩個拖車屋 這裡是泰利的家 也是社區廚房 我們還在做什麼 購買旅行 送食物 任何必須要做 我們只要問我們 如果他們想我們做的 或是想我們放在桌上 我不能停 他們不想我煮的 所以 免費送餐 院子裡的帳篷 擺放外界捐贈的糧食 用品 也放了大冰箱 供弱勢家庭自由取用 謝謝你 各位很棒 慈聚人到訪 送上防疫用品 其實前年坎普靈活後 泰利也是受災戶 卻始終把他人需要擺前頭 這是完美的時間 因為她會購買其他 其他東西 她需要保護他 美國北加州康考山區 還走在靈活的復原之路 卻與COVID-19下路相逢 坦誠實話 我從2018年生在危險 所以她會選擇 慈濟限制卡發放 要幫助45戶改善生活 我們收取了100元帳 這會非常幫助我們 我非常感謝 這會給我們付款 我的天啊 Suchi這整個時間都很祝福 我們今天收取了一個 免費帳號 這會很棒 補免 我兒子只給了我一洗 一洗澡 然後我可以用熱的洗澡 熱的洗澡 防疫時刻給出柔軟 待往後 默然回首 將是彼此心安 帶新聞珍善美之工曾煥巡 美國報導